新闻开始 还稍持新带来关注保龄中毒案 外界先也好奇问题是否就出载酱料 北市府最新公布一共10项调料跟淀粉制品 目前已经确定有两样没有问题了 而从越南进口的粉捐粉 也正在针对13家下游业者离清运货的流程 在今天保龄的二房东大时代广场所偷保的新安东京 也确定会理赔 最高赔付的总金额将达到4000万元 而另外保龄的三家分店 保单预期的部分一共是被裁罚了100万元 但法务局长也坦言了 饶河店他们并没有房东帮忙投保 所以两位身体不适的消费者 已经确实在保险这一部分 索败无门 保龄茶室中毒案 外界好奇如果食材真的都没问题 尿获主营是不是出自酱料 八家业者十项产品 有五家是在外县市 有三家在台北市 包括白木耳香菇酥蠔油 鸡茶后认为符合我们相关卫生安全 从保龄茶扣的十项调料和淀粉制品 六项来自外县市 由当地卫生局调查中 台北市的四项白木耳香菇确定没问题 酱油的工厂在榆林县正在等调查结果 而从越南进口的粉卷粉 已经请中央边境管理进一步了解 并追查13家下游业者的使用 粉卷粉是直接从国外进口 然后由本市的代理商往下铺货下去 持续来了解他们这些关于运货运输 食用端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是符合我们食品安全法相关的规定 颈椎堵塑哪里来 保险理赔也要有进展 一号北市府再约谈保龄二房东 大时代广场投保的新安东京 确定承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保单 涵盖这次食品中毒案 最高理赔总额达到四千万 卫生局也对保龄其他三家分店 保单通通预期一共开发一百万 不过饶河店不是开在百货公司内 没有房东帮忙保险 两名身体不适的消费者跟谁求偿 饶河店的话 那确实他们的保单被注销 所以我们在目前行政的手段上 我们就只有开网 北市府强调保险公司的理赔责任 取决于司法调查结果 会全力协助被害人争取权益 谢谢中文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